美斯拍廣告,沒面子見人 亂給美斯見樣是有原因的 因為巴塞隆拿前方拍攝男士結面產品 這個不是完全版的廣告 所以美斯只是站著站著在樹就行了 廣告說在昨天首播 但是官網只是給日本地區看 想入,入不到 只不過有想先看 美斯還在廣告獻出第一次講日文 好舒服 果然是有語言天分 美斯也對巴塞隆拿一條心 由俄羅斯富商開出大約26億港幣違約金 和大約600萬港幣周身利誘他 但美斯都拒絕了,一心繼續巴塞效力